那之前講說什麼賴清德副總統 給我去旁邊的時候只坐三分之一板凳 那陸陸續續有人去挖出來說 到底是誰坐三分之一板凳 柯文哲去見某個人某個單位的時候 他是避恭避敬的 然後椅子真的就坐三分之一 見的是誰瑞德哥 對沒有錯 那麼事實上柯文哲這個人 我們跟他相處十幾年了 那當時也是大家幫他打江山 然後2013年2014年 他當選台北市長 他跟人的相處是堪然的 2019年華南市場的攤商 你注意看他做什麼樣子 翹腳 翹腳連嘴巴 而且還很凶 最後還因為這個華南市場改建案 相關的到底攤位是值得 攤商有意見 還罵攤 等於說還異數的很壞就對了 還對有意見的攤商 這個很生氣就對了 然後還有甚至於國民黨的議員 那麼要表達的時候 他還講說藝術說我市長 我可以說 然後他你看他的肢體動作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 很簡單 台北市長台北市我管的嘛 那麼他去罵這個賴清德板燈都做三分之一 2019年雙城論壇去上海 這敢是同一個人 這敢同一個人 突然間他躲著那個這樣 跳腳連嘴巴 你看那種狙奧 跟樣子 跟現在這個樣子 這是當兵吧 這是當兵的樣子吧 很像當兵 這是誰板 不要說板凳座三分之一 至少從你做的方式裡面就看得出來 你對上海的副市長這些人 你的態度是什麼 金甘丹嘛 所以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我剛剛聽了林涛的一番說法 他對藍白河的相關 他竟然充滿了希望 你知道嗎 我個人都認為 被林涛這麼一激勵 今天晚上我如果沒有去買個威力踩頭獎的話 都不應該 你知道嗎 我都有那個信心 我會中威力踩頭獎了 我們分享其事 我們這個相關的那個 那個 好 現在對不對 我們那個門打開 所有雙方都住的那個地方 等著新郎新郎打開以後 新郎不見了 新娘自己走進來 侯友宜你知道嗎 他竟然有這麼大的信心 認為藍白一定合衷下 進入了政黨協調委員會 就表示沒有總統合的可能性了 為什麼 今天侯友宜跟你說很明顯 侯友宜跟你說很明顯 沒有總統合 那就沒有以後的聯合任務 我跟你說湯北就這樣 今天連朱立倫都加入了 如果現在不去談總統合 怎麼可能去談什麼聯合內閣 什麼內閣字 不可能的事情 真簡單 不過你不要忘記 柯文哲在罵人家什麼 批霜吃一罐吃半罐對不對 半罐都會死掉 是有人先在食物裡面 偷偷加一湯匙的批霜 你知道嗎 所以有人發現以後 反擊你嘛 真簡單嘛 菜堂吃菜 菜卡四啦 哈利加仔 剛剛不是聽到有人說 這個柯文哲是一個什麼東西 cancer對不對 還好民進黨早就割掉 這顆毒瘤了 那林濤我請教 因為我看到黨內有一些人有聲音是說 不要就是養大柯文哲 應該是要斬草除根 要讓他這一次 差不多會發燒燒的料 你們以後會比較好選 我確實要持平講 因為最近從中秋節到秋冬節 我們走太多活動 那我知道很多國民黨的來 就是他們的意見 就是國民黨議員 他的名代 下去跟所有的跑行程 其實有基層反映的聲音 什麼聲音 就是說可不可以這些主視者 就是主要的主角們 講話不要比較酸 不要比較煞 就說你去酸 你去酸去散 人家就會覺得說 哇塞 你這台肚子是要合不 對 就是說基本上你是雙方都要克制 讓彼此的支持者 不要覺得說 哇塞 我們不是要辦喜事嗎 可是你婚前焦慮症 可不可以不要口出二言 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說現在 有比較克制一點 因為整個好事 他說你們是批霜 是什麼 吃幾罐 吃半罐都會死 他說批霜是講 民主初選 黃金對話裡面的民主初選 那如果現在走向 政黨協商委員會的話 我覺得彼此之間 就不要那麼多 口出二言的部分 可是林涛 我聽你們的國民黨的議員 臺北市的這個李明賢 跟你一樣桃園的黃金明 他們都說 他們接到一大堆的支持者的電話 還打來胡說 都在罵 為什麼國民黨要軟這樣 讓客人這樣牽著彼此走 不應該這樣 國民黨要走自己的路 你都沒有接到這樣的一個基層反應嗎 我們也有會走自己的路 所以我們一直在辦公室 你有沒有接到這樣的反應嗎 我跟你講 政防兩面都有瑞德哥 因為真的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硬起來對不對 有些人就說 彼此之間要克制 我覺得因為這種政防兩面的聲音就有 所以我才會一直呼籲 所以你們都在克制自己 柯文哲都沒在克制 柯文哲都一直給你打 呼籲好不好 呼籲 我們聊柯文哲的時候 那個人格特質是非常重要 但是講到人格有一塊 以往 如果老師給你教到 是不是 尤其你又當 不管是當過市長或是什麼 都是美言幾句 而且老師會引以為傲 老師都會看到你的優點 你以前是社會老人 對不對 結果柯文哲的老師 對他的評價 跟賴清德老師對他的評價 真的是截然不同 跟天壤之別 是啊 這個 柯文哲最愛講的一個醫生 而且不只他愛講 連他們家所有的人 都以他這個醫生的背景為傲 而且覺得他最聰明 所以認為說 他出來帶領 以這個醫生的特質來帶領的話 過去他在這個台大醫院 是什麼樣如雷利風行 用那一套來治國絕對會很好 結果怎麼樣 我們這個台大醫院 以前的醫學院院長 李德元就說 李元德 李元德院長說 柯文哲風雲際會 自以為天眾英才 在我學真中 只不過耳耳之一 臉皮厚強妝以為是因此 誤導他的這一個人生 過去信或喜 歡樂鬧的政治盲客提拔 還有這個民進黨 事或機會 可惜他能力有限 只好巧言令色 應付大家 他在過去是鬧事之輩 本性難移 現在映如既往 興風作浪是本能 我想李元德院長這一封話 我覺得其實應該真的 國民黨要聽進去 他就是一個鬧事之輩 而國民黨居然聽從這個鬧事之輩 跟他一直在那邊玩藍白河 那相對的 一樣都是依辛 背景出身的賴清德賴副總統 你看看院長怎麼樣批評他 院長怎麼樣說他 陳志鴻院長說 這個人得特質值得信賴 他有一顆溫暖的心 思慮沉穩 冷靜的腦 負同理心 且特別照顧弱勢族群 是個值得信賴的國家領導人 感覺是疑心 是不是人醫 我覺得聽老師講最準 而且我要講 通常老師教導學生之後 拿桃桂亞所說的 大部分都會講好聽的話 如果有一點點的缺點 他可能選擇不講 可是你看李源德院長居然會高於 他是一個曾經 台大醫學院院長 站出來批評柯文哲 用這麼嚴厲的言辭在批評他 代表這個人就是不值得信賴 就是一個興風作浪之輩 而我們讓一個興風作浪 過去在台大興風作浪 過去也在台北市政府興風作浪 現在要讓他當中華民國的總統 然後擔任總統來興風作浪嗎 我覺得大家要好好的想清楚 嗯